好啦 做件飞度车内啊 由于是1.3的低配 说说没有任何过多的舒适型的配置 电动调节到后置镜 四门电动没有真面向盘 包括说大刀也不是自动的 手动空调 07年上牌啊 我们把车打着 发动机的声音非常的小 我们现在打着发动机餐盖啊 开开空调 甚至所有功能都是正常的 飞度这可能啊 手动挡的也很好开 由于它的排挡杆的这种形成啊 比较短 所以说可以比较精准的进行操控 它的离合器形成比较短 所以说这小车啊 开起来并不难开 车内有很多的储格上下啊 手手箱啊 包括说变速箱 手刹位置啊 很多的储格 所以说还是很实用的 2米5多的轴距 后排空间两全多啊 飞度啊 作为一辆小车 这其实给了我们相当充裕的空间 而且啊 我们看 飞度的后排乘客可以调节前排的作用 这个功能啊 其实在很多家用车上都应该有 但是很多车企啊 为了节约那么一点点成本 把这种功能都给省回掉了 主副驾驶都可以调节 我们看啊 非常实用 非常实用的配置 飞度这款车啊 之所以保值率高 真的是源自它很多的这种人性化的设计 非常非常人性化 嗯 给大家总结一下 07年的手动挡的飞度 市场价格能够卖到1万大 呃 08年手动挡能够卖到2万多 08年自动挡卖到仅仅3万 这就是目前一代飞度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保值率 呃 非常变态的价格 真的啊 非常非常变态 所以说 呃 买这样一辆小车 如果说您懂它 一定能够享受到飞度给你带来的很多的这种设计感 包括说家用的稳定性啊 省油啊 耐用 如果说您不懂 建议您不去买 呃 您买了你会觉得 我花这么多钱买了一个飞度 才买了一个小车 而且是年限特别长 对吧 这种小车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 好了朋友们 想了解更多的乘诊价 了解更多的汽车知识 关注大飞讨计 帮大家给我们留言提问私信 您的点赞转发是我们最好的鼓励 谢谢大家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大飞讨计 给我们留言提问 我们会不定期的给大家集中的回复 好了 这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再见